近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新春特别节目《年画画年》 并在线下联动全国十个城市的地标大屏上演了一场传统年画灯光秀 一战千年首次方的门神 金榜提名的状元郎 憨太可居的年画娃娃 这些具有东方美感的传统年画出现在了广州 成都 西安等城市的地标大楼墙面和武汉的长江江面上 在上海外滩和重庆 红崖洞 传统年画还引来了众多年轻观众纷纷打卡拍照 光影技术带来现代与古典相结合的视觉盛宴 生动诠释了中华文化之美 让传统天年画的年俗炒起来 据了解 十个城市的年画灯光秀将从蜡月27持续到元宵节